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美國傳媒的報導 美國政府不滿中國團積大量醫療物資 而且禁止相關的物資出口 故此考慮對中國採取法律行動 這一則消息其實是來自紐約郵報 在報導中引述美國官員的消息指出 說中國政府禁止生產醫療設備的美國公司 向包括美國在內其他國家出口有關的產品 而美國主要口罩生產商3M公司和Honeywell公司 他們的高級管理人員告訴美國官員 指控中國政府從1月開始禁止這兩家公司 在中國生產的N95口罩和手套等等其他用品出口 而中國就向這些製造商支付了標準批發架 在中國禁止這些關鍵防護產品出口的同時 又從其他國家買了大量醫療物資 根據中國官方的數據顯示 從1月24日至2月29日期間 中國總共進口了24.6億件的防護物資 總值接近12億美元 白宮貿易顧問Peter Navarro指出 在全球大流行的初期 中國曾經試圖在口罩和手套等 個人防護裝備方面 壟斷世界市場 其實這段報道已經很完整地 將中國的劇本反映出來 首先就是自從去年12月開始 中國政府不斷隱瞞疫情的真相 讓全世界政府都沒有辦法得知真正事實 使得他們過分地低估了嚴重性 大家都知道那班官員一於門報留報 粉飾太平 直至過年前都還在搞萬家宴 終於去到紙包不住火的階段 才肯承認疫情的爆發 但中國政府從來都沒有實施外游管制措施 使得那些中國人的旅客 在爆發的初期 即是在航班停航以前 仍然可以到處飛 最後就使得全世界都遭殃 但全世界遭殃以後 中國政府就懂得限制外國旅客入中國境內 彷彿中國好像對於全世界都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 最後就到了全球大流行的階段 正如這篇報導所引述的消息所說 中國政府禁止醫療設備生產商出口相關的物資 但在全球大流行之前的階段 中國政府就加緊在全世界搜羅有關的物資 總之就要大量囤積起來 當時很多國家根本上都相安無事 他當然是賣給你 當時甚至有國家對中國送贈口罩 至於全球大流行的階段 中國就基於囤積了大量的物資 而且禁止相關的物資出口 再加上中國擁有完整的生產線 於是他便可以展開所謂的口罩外交和醫療外交 他便可以為自己做神 打造救世者的角色 實情這一套根本上是自編自導自演的報恩鬧劇 就說其他國家當時怎樣對中國作出援助 說到儘管這些國家對中國是敵水之恩 但中國仍然會湧傳以報 非常之偉大 實情就是混蛋 只要你不要囤積大量的醫療物資 只要你可以保持相關的物資自由出口 根本上就不需要通過你這個國家的機器 來作出相關的支援或者援助 你那些援助不只是說無償的援助 而是賣貨給人都當援助 這些完全是成人之危 那到底美國有什麼應對辦法呢? Janet Alex說 美國正在考慮對中國採取法律行動 包括對歐洲人權法庭提出申訴 或者通過聯合國的機制去應對 所以我認為 如果是通過聯合國的機制 應對到的機會就非常渺茫 因為中國實在有太多阿非拉的友好國家 因為去到表決的時候 這些國家就會自動歸隊去支持中國 第三世界國家的數量 就是佔有多數的 反而美國的盟友 大部分都是西方文明先進國家 數字上就虧章了 一表決的時候都分分鐘不夠頭 好了 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 跟3M公司達成了一個非常友好的協議 3M公司承諾 在未來每個月 為美國帶來超過五千五百萬隻口罩 這三個月裡總共會提供一億六千六百萬隻口罩 這裏當然是N95口罩 雖然目前3M的產能 仍然未達到每個月的需求量 就是三億隻口罩 但有總比沒有 至少可以頂一頂 再加上美國以往有很多過程的產能 分發到不同的倉庫儲存 盡量在不同的倉庫和籠庫 把所有口罩都找出來 那些國州政府就不要投訴這麼多字 有得用就比沒有得用 雖然那些口罩的橡筋 尤其是N95口罩的橡筋 是可以慢慢提升的 現在先頂一頂 到時等到它的產能提升 就有新貨用 接著再講一下中巴的關係 又再有爭議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巴西教育部長溫特勞 早前在Twitter上發了一條貼文 他說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 這場全球危機過後 誰會變得更強大 其實他正在暗指中國 而且他又諷刺中國廠商 借機來謀取暴力 好了 中國駐巴西市館 看到這樣的情況 哇 這些完全是反華言論 當然就是馬上駁斥 在昨天這個市館發聲明 就說溫特勞部長為你發表這些言論 蓄意而為 荒謬可恥 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色彩 意在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這些有關歧視色彩什麼事 簡直就是牛頭不搭馬嘴 不過不要緊 反正這些駐外官員 就是要密切地監察 到底有沒有哪些外國政要 議員 走出來發表批評中國的言論 如果是有的話 馬上就要發聲明來回擊 其實全世界只有中國駐外官員會這樣做 甚少見到其他國家外交部有這種行徑 好了 中國駐巴西市館發言人還說到 這位溫特勞部長 污衊中國的言論 是對中巴關係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中國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反對 溫特勞部長對於這番言論又有回應 而且還很巧妙 他在接受當地一家電台採訪時說到 他只會為了換取呼吸機而道歉 只要北京政府送一千台呼吸機去巴西醫院 他就會去中國駐巴西大使館道歉 而且還會加多一句我是笨蛋 真厲害 完全沒有跪下的意向 我相信其實這也未必單純是這位部長的意思 因為巴西總統從來沒有就這些言論 是作出任何的說法 分分鐘就是根本整個內閣都不太妥理中國 只不過就是由這位教育部長 看似都沒有什麼關係的部長 這位內閣成員來向你中國發位 到其時就進可攻退可守 如果你中國高層官員出聲的時候壓下來 就說這是他個人言論 如果你純粹是中國駐巴西使館說話 那他一於就理你都傻 根本上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其實巴西這一招都不是自創的 只不過就是仿後你中國 中國外交部有一位趙立堅發言人 充當戰狼周圍來挑擊 巴西內閣裡有一位教育部長溫特勞 擺明現在就出來抵你中國 那你又可以怎樣呢 你也是無可奈何的 你也是表示強烈反對和堅決反對 你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而且不單止是溫特勞部長說 連巴西總統的兒子 國會議員埃德華多 照樣都是批評中國 甚至乎比起溫特勞部長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就批評中國為了逃避批評而隱瞞重要的真相 而全球大流行就帶著一個姓名叫做中國共產黨 這些完全就是擺明挑你機了 這個巴西就真是厲害了 喂中國作為巴西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他都可以照樣這樣說 其實這個都算是良好示範來的 跟中國做生意是應該站在這裡做 不是應該跪在這裡做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